這個插頭一定要完全插頭 停電的時候會亮 台電會把你們大頭斷電 全部都會自動亮 這也是屬於我們消防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被拔掉 所以要跟著他去鎖一下 這也是消防的一部分 這個也是一樣 這也是會亮 大家想每一層都有 每個大樓 每個樓層都有一個 一般來講 每個大樓每個樓層都有一個 交往下 這平常的時候 我們要是會封條模式 所以你們有時候在看的話 要注意都不知道有沒有被拔掉 因為上 前年就有被拔掉 這個快速接的全部被拔掉 這個全部被拔掉 這個全部被拔掉 我們在發生火袋的時候 這個水袋 拿出來 這個水袋一公一母 有一個公的一個母的 就是 一樣把它全部都展開就對了 公的 這個鳥子會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 只要有火袋的時候 這個沒有把它拿出來 直接從這個公的地方 後面再進來就第二次 這是第一次 就接上去 然後你後面就是第二次 就是它是母的頭 我們這邊有個公的 你也再來看一下 要擦這個 這是大的 這是消防隊在用的 這是消防隊在用的 所以我們一個公文 一個五個就往這邊擦 大力的往上面頂就好 把它擦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擦掉就好了 這個開關 這個開關 逆時鐘把它轉開就好了 就有水出來 有水出來之後 你們這邊就可以 這個 逆轉是 可以控制到的水量大小 就是消防控制的水量大小 就是對中的 糟糕